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操盘战将 不好意思 忘记了 口罩脱下来 今天到晚拉回了114点 刚才想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我刚有一点失神 我在想 各位 你有没有觉得 现在的盘好像是两个世界 我们好像身处在不同的时空里面 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好像是有一点 非常的与众不同 很极端 两端 很两端 有时候我在想说 我愿意敞开大门 欢迎各位来到我的世界 进到我的世界里面来 我给你门票 甚至免费的让你进来 可是你可能在抗拒 你还在抗拒 你还在排斥 不懂 为什么你要跟你自己的钱过不去呢 为什么不好好跟在亲具的身边呢 然后你要放任你自己的钱 你的股票的金额 然后越来越少 越来越缩水 为什么你要跟你自己的钱过不去 为什么你要放任你的财富一直在缩水呢 你在赌气吗 还是你觉得不甘心 我不甘愿 我不认输 我今天到晚点114点 拉回了我还是继续抱着 那些股票 我就不信他不涨 那个是意气之争 各位 放下你的所谓的面子问题好不好 你不要那么固执了 我是说真的 不要再固执下去了 来拿清俊的资料 你跟着我的股票 你看我节目也看了一段时间的 我知道你也在统计我股票的胜率会如何 我股票的表现会如何 你知道我昨天开这支股票的时候 然后我也听到一些人在那里讲 这支他拉到掌停板 然后今天点114点 然后我也听到一些 又有一些冷嘲热讽 我是没有关系 我没有差 反正你也不知道我的动作是什么 反正你也不知道这支股票接下来会如何 我有时候常常在讲说 各位 第一时间 我带你进来 你不要再在外面了 我带你进来里面 因为你看到这个盘今天拉回114点 你会觉得有点说奇怪 老师 哇三连黑黑 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为什么吗 还不是这些事情 就这些事情 不然还有什么事 就这些事 余波荡漾 后遗症不断的在持续的在干扰台北股市的行径 你们觉得会有点不甘愿 你们觉得有点委屈 你们觉得有点奇怪 没什么好奇怪 那是你的以为 那是因为你认为的世界好像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的世界不一样 我的世界不是这样 我的世界是在涨平板 我的世界是股票一直在创新高 但我没有任何想要 好像有点挖苦你的意思 或者说 我应该没有那种展现出那种骄傲的 骄傲的那种表情或者心态 好像有一点 我自己承认 但是 你还要我低调什么 大盘叠成这个样子 我有股票大涨 涨停把创新高了 我还要再低调吗 然后忍气吞声 亚霸吃皇帝 没有啊 我不需要啊 我股票就是很强啊 我股票就是很飙啊 昨天开今天继续涨 这支还不算什么 这支更厉害 越风 越过高峰 越过前波的高峰 老师你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暗示什么 我只是告诉你 今天来到50.4人了 来 看这段VCR 导播 这支股票 涨停板 各位大盘最近是什么盘 大盘最近是什么盘 我的股票涨成什么样 这样的分析师 这样的股票 你又不要 我字卡上面所写的是 当时我公开 那时候在三字头的时候 我跟你讲 小心涨停 涨不停 赚钱赚不停 很多人那个时候 抱着的想法就说 老师你 你在碰风啊 糟糕啊 不可能的 盘不好嘛 对不对 掠风 冷门的股票 我也是觉得说 可惜了 如果你相信清俊的话 那该多好 那该多棒 来拿我的资料 来拿我的股票 我有开放很多一些 方式给各位啊 打电话进来啊 扫描Q啊 总不能叫我去登门拜访吧 你家门铃 请你赶快来拿 挨家阿互把资料送给你 我又不知道你住哪里 我也不知道你在哪边啊 你看得到我 但我看不到你是谁啊 所以我现在所做的 指的就是 我希望你跟我互动嘛 来拿我的资料嘛 看你是打电话 扫描Q啊 都可以啊 各位 不要这样啦 你也不要觉得很灰心 很悲观啦 没有那么糟啦 国际货币基金 说要上调我们台湾经济成长预测 从4.7增大到5.9 各位这么多利空 这么多利空 国际货币基金 还要增加我们台湾经济 所以我们台湾经济是很强的嘛 结果我们在那边望志菲薄 在那边自己唱衰自己 我们台湾实力哪有那么差啊 你看上次上规都知道了嘛 今天涨停加速 没有那么差啦 今天法人说台积电目标 高唱多少钱 自己看 真的假的 好啦如果是真的 台积电现在才多少啊 才570耶 上看如果1000的话 那涨得快一倍耶 那大盘涨到哪里 大盘会涨到哪里 他讲的是真的吗 他讲的是真的吗 那今天如果是16347 那还有3653点耶 3653点的空间 你换个角度想 你还有3600多点的空间 为什么你不积极做多勒 为什么你一直要背着这些利空 牵着鼻子 我跟你讲 这些有一天一定会利空淡化 甚至是利空出境 他不会一直在那边吵下去的啦 他会结束的 你看今天不是美国债务上限 得到了短时间的解决了吗 暂时得到解决了嘛 是不是 所以没有那么糟 还是可以做多 问题是什么 你要买对股票嘛 你就买我的股票嘛 各位 我知道你在这次看我 也在看别人的节目 你把我的股票跟别人的股票 也在做比较 你也把我跟其他分析师 也在做比较 甚至你把我跟晚上的财经名嘴 从晚上8点到晚上12点 对不对 飞叉电视台 东叉电视台 很多财经节目啊 一个主持人找三个来宾四个来宾或是六个来宾财经名嘴也有分析师的 大家那边互相唱和唱双簧 互相配合演出 把今天强势股讲一讲 或是他看好的股票讲一讲 然后一条整节目下来 你抄了好多只股票隔天去买 结果下场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你自己心里有数 我不要在那边唱衰的 为什么 你知道我有时候也在看 我想说为什么他们不讲我的股票呢 讲讲我的股票嘛 捧我的场啊 帮我抬轿啊 帮我在电视上稍微再大大吹特吹一下 不好吗 因为这只股票只有涨停板了啊 不是吗 这次也一样 上次给你的 应该说上个礼拜五给你的 这次股票 超越荣登这次股票 站停板 10月8号 老师这次可以买 可以啊 可以买 这掌停板了 掌停板可以买啊 可以买 买 然后礼拜二 一开盘356 哇Q太高 大家是怎样 因为很多人价值拿到我的资料 很多人都市价靠嘛 好吧 市价靠 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一开盘 哇这个数字这么高 然后叠下来的时候 大家就开始在那边 哇紧张了 害怕了 尾盘拉到涨停 今天 昨天大盘跌177点 你看看我的股票 为什么 我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公开 然后那个昨天一开盘 开这么高的位置 就是因为太多人用市价买嘛 因为我的节目太夯了嘛 我的股票那么热 大家都想来要 都想要来赚钱 结果你却不要 你还在旁观看 我昨天没开啊 因为你们买的成本 还蛮高的嘛 但今天不一样啊 掌停板啊 有人今天还在那边 短线进出 随便啦 反正你们今天赚到钱就好了 好不好 今天大盘跌了114点 各位 我给你的股票 我给你的标的 有没有 所以嘛 我就敢讲独家 我的独家你就来拿嘛 奇怪咧 你一直站在媒体外面 你又没有独家 你光看报纸 看报纸怎么会赚得到大钱呢 我有独家啊 就像这只股票 我也有独家啊 各位啊 清俊的资源资源 我愿意跟你分享 你不要客气来拿嘛 第一手的情报 我愿意给你啊 你要再考虑吗 是啊 每次你都在考虑 我给你的股票 你都在考虑 然后你都抱着那些 不会涨的股票 没有筹码力量的股票 我一直跟你讲说 你一定要买有筹码力量的股票嘛 筹码力量 筹码力量 我这里也有讲到啊 有筹码力量的股票会非常标嘛 这样不够 我跟你讲 我写这样不够哦 我写在我字卡上面啊 我字卡上面写什么 我写说来 什么叫做筹码力量 筹码力量 你等着看这一支 要让你大赚特赚 你知道吗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公开这支股票的时候 又有一些人对我 忍言忍语了 挖苦啦 嘲讽我啦 说这支股票没听过啦 没去啦 不要紧啦 你继续讲啦 你越在旁边讲 你越赚不到 我就越行动证明 给你看我的股票会夺标 38 38 这叫VCR 导播 check out 这一支股票 这一支股票 大盘 我的股票 9月30号开给你看 老师 开地走高打下来 老师你在帮人家出货 人家说我在帮人家出货 那你转台嘛 你转台不要看我节目啊 如果我在专门帮人家出货 你就不要看就好了啊 你又爱看又爱念 又爱骂 奇怪咧 老师我套牢了 套牢了 我会让你解套嘛 你买在这边高点好不好 你买在最高点好不好 你买在这边最高好了 那天最高点多少钱 对吧 33.4 你有伤到吗 创新高 所以不管你买在哪一个位置 不管你买在哪个位置 你今天全部都赚钱获利 我讲的对不对 你报到现在有赔钱的来找我 我看到有些分析师 在用他的基本面 形态学 波浪理论 时间转折 KD指标 RSI MACD 爱略特波浪理论 黄金比例 那你报告我的那些股票呢 我听到 我看到你介绍的那些股票呢 光吗 你有在讲光的股票吗 郁金光还是大力光 郁金光还是大力光 我不知道你是 你是 你是报什么光 我是给你报这支 叫阳明光 阳明光 也是电子股 奇怪 我听到有人在讲这支股票 连电 跌两层 没事情 不关我的事 老师我套牢了 今天涨停板来到这个位置了 我的电子股就是这样 刘老师的电子股就是长这样 你再去拿别人的股票 别人的股票只会让你向下沉沦 别人的分析师让你去买的股票 只会让你越跌越多 越套越深 我的股票呢 你给我时间嘛 就算你被短套了 你给我时间嘛 你给我时间嘛 今天点了114点 这支拉到涨停板 平了 应该创的经济收盘新高了 不管你买在哪一天 你应该都解套了吧 这就是我的诚意 我的诚意 我更大的诚意是这一支 对重任两个 3701谁 大众空 大众空 这支股票真的是 真的有够贽 太强了 来来来 今天收多少 47.55元 来 看这段外套西 我公开的时间跟价位 导播 check out 这支股票 涨停板 那个时候在31块钱 31块 三十一块 然后我公开的 我跟大家讲 我说 想赚更大的 而且我有独家 老师你这个独家是 这个讯息可能是不值钱的 可能这个独家情报不怎么样 我还是看看其他分析师好了 比较有名的 或是在产生节目上出现的那些分析师 我听听他们的情报好了 不好意思 他们的情报跟我的情报 真的南辕北策啊 他们告诉你什么股票 你应该要写下来吧 或是你自己有去买吧 我的情报呢 我的独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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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涨停板 跌了177点 昨天呢 今天又拉涨停 跌了114点 各位 老师我开高走低怎么办 那天有人在问呢 我就说 有没有抗讯真的很重要 老师开高走低怎么办 怎么办啊 老师我套牢了 解套了没 解套了没 这也是我的诚意 但是我更大的诚意是这一只 各位 没有想到他 居然在大中控的这个位置 天哪 大中控 还有一档股票在大中控的这个位置 就是他 就是他 他叫做复制大中控 各位 怎么标的 从9月30号到今天10月13号这段时间以来 你都在看清楚的节目 你也看到这只股票的表现了 如何 请指教 我不是臭屁 不是调白 是自信 是把握 是有那个能力帮你 因为我想帮你 因为我知道你这阵子受到一些挫折 受到一些 碰到一些麻烦 遭遇到一些困难 我知道我帮你 靠我的股票来帮你 问题是你要不要 你要你继续看 如果你继续看的话 你赚到钱 厉害 因为你这段时间 大盘这段跌下来 你在这段时间 你有赚到大钱 你的股票连续大涨 不要涨停板 真的吗 你有这种股票吗 你有我的股票 你有大中控吗 没有的话 今天涨停板了 好 我不是那种 一定要 那个开怀大笑 或者是那么兴高采烈 张灯结彩 开箱面庆祝 不需要 不用 我要给你下一支 我知道你没有买这支 我知道你也不敢买这支 老师这个扩增实际的台头显示器这么夯 对很夯 很厉害 之前我看到一本财经杂志有在介绍它 英雄所见略同 但是我还有一档 我还有一档股票 叫做复制大中控 对中认两个 你的电话跟手机号码只要对中 3701 因为大中控的代号就3701 对中认两个 只要对中认两个 这一支 要复制大中控标涨模式的这一支 甚至比他强的这一支股票 对中的就是你 就是你的 赶快去拿你的手机跟室内电话来对号码 3701 只要你对中 复制大中控 这支股票就你的 今天涨停板 各位啊 大盘今天跌了110点 大盘这阵子的跌法 你看清俊的股票的涨法 你还要怀疑吗 你还要再继续检验我吗 你多看一天 你少赚一天的 我跟你讲 如果还有一支股票 它的位置在大中控这个地方的话 不要问 不要问太多 打电话进来 只要你对中这一支股票 复制大中控 只要你对中这一支股票 就是你的 进广告 正大的年代 我们给你最强势的后援 188超值互助专案 帮助您战胜市场 称回赢家的行列 超值专线 02报12 88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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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上线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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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产经台开始 操盘战将 昨天给你的 昨天给你的这支股票 炸一半 昨天给你的 不用看了 算了 节省时间了 来不及了 我本想再讲另外一支股票的 算了 这支 这支股票 各位 上次我跟你讲 独家 独家 独家的情报 独家的消息 大众控 我告诉你 我又有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分析师也不知道 他们怎么会知道 他们又没有我的人脉 他们又没有我的资源 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他们当然不知道 他们只想等我公开 不知道是不是 各位 你不要等我公开 现在就来要 你的手机号码 你的室内电话 对中这两个 这支就你的 好不好 大中空 复制大中空 各位这支股票的位置 他的位置 他现在的股价的位阶 在大中空的这一个地方 在这里 在这边 各位 这支 他在这里而已 我告诉你 要复制大中空 不要涨模式 只要你对中 任两个 3701 随便两个 这支股票 复制大中空 送给大家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